所以刚刚我们把这个程式写完了 不过最后的话,我是建议,如果你这个程式写完之后 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每一行程式的上方加上所谓的注解 那什么叫注解?就单引号开头 这个注解当然你不加 其实程式一样可以执行,没有问题 只是说加了一个注解之后,好处就是你将来回头要看这个程式 比如说我这个是没加 那没加当然因为我自己写的,我当然自己都看得懂 但问题是说,假设你这个对于程式不在行的话 或者是说你对于程式,这个程式可能不是你写的啦 OK,可能是你参考别人,那你当然势必一定要加一个注解 那比如说我注解怎么加?我自己的习惯是 会在程式的上方,就像这一行 加上一个单引号开头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说 一般习惯我还是会加个编号 比如说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一个step,第二个step,第三个step 然后呢,就稍微叙述一下,这个列回圈,这个是蓝回圈 如果没有资料的话就跳过,跳过 OK,如果礼拜六做什么事,如果礼拜天做什么事 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程式相较于 如果你没有加注解的话,其实应该是差蛮多的啦 OK 那当然有同学说不写,注解不OK啦 可是我是觉得啦,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这个都是必要写程式的一种习惯 因为我前面有一直强调说,程式如果要写的好了 但重点就是说,一定是不能写错 OK,那你程式要怎么样避免不写错 其实注解也是关键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程式假如说你不注解的话 其实说真的,你可能程式写的少,但还好 程式一多的话,你可能就头昂眼花就可能很容易写错啦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像程式的缩排 像各位有没有发现,我这个程式 只要是第一个回圈跟第二个回圈,一定会加一个TAB 那当然你说,老师那如果我不加TAB可不可以 其实在VBA里面是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不加这个TAB,不缩排的话 其实说真的,程式看起来真的会蛮不好阅读的 我怎么说呢 如果,因为程式常写说是有FOR,没有NAS 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FOR,有个NAS 其实就一目了然,而且都会是对称的关系 一有if,就会N的if OK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结构清楚的话 说真的,你就第一个阅读起来也比较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其实你程式也比较不容易写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初学VBA的人 OK,初学程式啦 其实将来不见得说你以后只会学一种程式语言 因为看起来趋势是这样 其实可能会要多学几个语言,是势必的趋势 像很多人学完VBA之后 甚至还想要学Python 那其实两者之间很多东西是概念是一样的 而且Python跟VBA有点不太一样 VBA的话呢,像这个说牌你不说没关系 但是Python是一定要说 你不说的话程式就发生错误了 因为在Python里面,说牌是程式的一个部分 它的语言组成结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没有说牌也不行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OK,所以假设我程式写完之后的话 那我就把它直接跑一下 这边格式化,结果就出来了 再来就考虑到还原 那还原的部分的话,我要怎么样 把那个刚刚的这个包含字的颜色跟底色 把它变成没有 那没有的话呢,当然 其实几个思考点 你当然可以像刚刚一样 for I or for J 全部都全部跑完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清掉 可不可以?也可以 可是这个效率是很慢的 特别注意,其实程式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的人程式为什么写完 跑好慢 而且最后甚至是慢动作 因为它一个一个做 那以这个地方来看 因为我只是希望全部的这个储存格 都让它恢复成同样一种格式 什么格式 第一个,字的颜色帮我变成黑的 第二个的话,底色变成没有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前面也有写过 字怎么把它恢复成黑色 第二个的话,底色怎么变成没有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前面的逻辑判断里面 也有讲到格式部分 那只是说我们把它套用过来 那怎么套用? 第一个,其实就两行 那首先的话,执行给各位 现在很快就一下就把它全部执行完毕 就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了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都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记得呢,这个地方,首先一样一个sub 还原格式 那还原格式里面的话,当然Enter sub,还原格式 所以以后的话,反正一个按钮对应到的 就是一个sub,空一格,它的名称 那直接按Enter就好了 因为它刮弧跟EnterSub,会自己帮你写 按个TAB 那如果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跟它讲说,我从A2这个储存 所以你就打一个range 之后的话,到哪里呢? 到L的32 就这个范围 所以哦,意思是说这个范围 范围记得,以后范围的话就是range 刮弧 然后呢 这个A2,记得 范围的话呢,一般是自串 当然它另外有写法 就是哪个储存格到哪个储存格 里面是可以有放sales的 然后现在我们先不要用那种方法 我们先用这个方法L32 那点下去的话 这个跟sales不太一样 sales哦,你给我刮弧它不会提示 但range比较OK 它会提示 OK,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字的颜色 phonecolor 所以这个可能要phonecolor 所以打个phone.color 其实可以用选的没关系 选完空白键也OK 等于什么呢 RGB 没有颜色的话呢 不是没有颜色啊 字改成黑色的话 黑色还记得吧 全部都归0就可以了 0 0 0 OK 这样子的话呢 就表示字的颜色改为黑的啦 OK,其实你现在这样执行的话 字的颜色会不会恢复黑的 那底色没恢复 那底色怎么恢复 一样嘛 range a2 到 l32 点 底色嘛 底色还记得 interior 这个 OK 这颜色 点 color 等于什么呢 没有哦 还记得吧 没有还记得 没有在excel里面叫xl none 没有颜色 意思说 没有底色哦 interior color 这颜色等于没有颜色 所以 基本上这样写完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字 就被恢复成黑的 底色呢 就被改成 就等于是被去掉了 就没有底色的意思 按下它 它就加了 按下它 它就去掉了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个我们要的 这个格式化的部分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这个做完之后 当然还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甚至是可以一键完成 比如说我要一整年的年历 当然只是说要一键完成一整年的年历 难度实在太高了 其实我有把一键完成年历的部分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给各位参考 那只是说有同学 比较常问的问题是说 老师这个年历很好 为什么 因为将来如果要改成 明年2022好了 其实你只要改 这个20221月1号 Enter 那它底下的资料 也就全部 通通变更了 也就是说呢 有没有 这个改了 那这些全部都改了 一整年 有没有 最后一天 那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后面的这些储存格 全部都是跟着这个储存格改变的 所以你只要改这个储存格 其他也会跟着改变 OK 那那你就可以怎么 再按一下 礼拜六礼拜天又出来了 那只是说呢 最后有同学问说 老师 这个年历蛮好的 但是 我是希望说能够做到一点 能够在每一个 怎么呢 每一个日 每一天的下方 我插入一列 按右键 插入一列 然后呢 让我可以在这个底下怎么样 可以直接填写一些资料 OK 比如说我现在 可以可以把这个地方 把 就是 这边的话呢 可以 就是 假设我要填 填资料 但问题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想要能够自动让他一下子 全部 每一个 列的下方呢 就自动插入列的话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不是叫你用涂法链钢的 你如果涂法链钢每一次 再换一个 一年的话 那不就又要再一次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能够 快速的 一次全部呢 自动帮我 快速插入列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边当然也是需要 了解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 回圈 因为如果要重复做 一定要回圈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你要了解 列 这个物件 VBA里面 怎么去存取 列 列的物件名称叫Rose Rose里面有一个方法叫Insert Insert的话就插入列 OK 不过呢 可能特别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插入列的时候 它会 假设你跑个回圈 是for 因为我们直觉是for 应该是第三列 假设我插入 应该是第三列 一直插入列到32列 如果正常状况是这样 可是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插入第三列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是在插入第四列 但问题因为你第三列插入的时候 它会因为多增加一列的关系 本来你应该是在第四列插入列 可是如果你第四列如果再插入列的话 不对了 它为什么变多了 然后再来第四列插入 再来第五列 你会发现 它会一直怎么样 在这个 就是 插入列的位置就错误了 所以 这个怎么办呢 如果假设你要 一直不断让它写一个回圈插入列的话 要能够正确的话 教各位一个方法 反向回圈 也就是你插入列的话 你不要从上面插入列 因为你第三再第四 它会 因为多增加一列的关系 会被影响 但是如果你反向的话 你可以先什么 假设你33列先插入 比如说你这边插入一列 然后再来应该就是在32列插入一列 如果你在这边的话 其实并不会影响 有没有 那再来就31列 31列的话再插入 有没有 它就乖乖的 一直往下 OK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要插入列的话 记得哦 可能需要知道 要反向来做 那至于说 如果你要试试看说 怎么样插入列的话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也有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的话 插入列的部分 你们往下 找一下 这个是最后做出来的 类似像这样 那你可以再画框线 在这里 插入空白列 删除空白列 这两段 我先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就是把这两段 我先把它放这边 我们先执行一下 如果我现在插入空白列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它就会帮我把这边的 每一个列下方都会增加 另外的话 就是删除空白列的话 那就是 刚刚是用Insert 这边的话 删除就Delete OK 那你就把它执行的话 这边 它就把 这个 多余的列 就把它删掉 又恢复正常了 不过我建议 如果假设你没有把握的话 最好还是能够先把 这个 工作表现复制一下 再来练习 不然的话 常常之前有同学 是练习出错了 那因为VBA 它没办法复原 所以建议是什么 OK 按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把这边再复制一个练习 不然的话出错就回不去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还原格式 格式化日期 还原格式 然后再来就是 了解一下如何插入空白列 跟删除空白列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试试看 哦